这个毫无疑问 美国当然看得懂 这三个不对的就是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没办法对上 就是美国 他说不允许你这个霸权主义 不允许你在亚太这边搞乱 不允许你搞什么台独 这三个就是明明白白 就是针对美国现在的行为 照例讲 杉格里拉这个会议都是防长来参加 他说军人参加的比较多 军人讲话 没有那么多外交磁力 这三个不允许已经指的鼻子 就指了你美国了 为什么这次措施那么强硬呢 你各位看一下 美国不是利用菲律宾那个马德雷号 跟菲律宾又搞军演 又放飞弹 又要了四个岛做基地 各位观众 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次这么强烈 是有原因的 我很早以前讲过 美国现在的战略部署就是 火力前退兵力后退 那他现在你看从南韩 从日本 日本再从琉球 燕美大岛 石原岛 再加上菲律宾 那是不是这一条线上 全部放上战斧飞弹 战斧飞弹可以射程2000多公里 而且还可以很低空的略海飞行的 那就对中国大陆 形成很明显的威胁 对更大的威胁 重大的威胁 因为这就是我上讲他的火网编程 兵力是撤退的 他在菲律宾也没有多少人 他就是很小数的兵力 设立一个TOM HOC的发射基地 那么这样的话美军可以减少上网 但是他的TOM HOC飞弹可以整个威胁到大陆 东海 南海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刚好就是兵力不封锁 但是火力上是封锁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董军看的当然是很不爽 那你美国还在故作姿态装迷糊 你只要是军人在看懂 你这个火网编程 从韩国一直拉到菲律宾 你统统是对着我来的 所以这个防长这个讲话是很硬 第二个对台独 比以前的那个防长 都要硬 那奥斯丁也没什么回话 而且他这个粉身碎骨对台独 那是换句话说 已经做好防逃的措施 一旦打起来 你一个也不要想出得去 不管从海上从天上 那就是对台独的一个 很激烈的一个说法 就是警告台独 你想逃也逃不了 要跑也跑不掉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讲到粉身碎骨 对不对 何况这个中国大陆的飞弹跟海军已经有实力把台湾整个封锁起来了 所以这个这个话的含义已经是史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很清楚 蒋南天前指的美国鼻子骂 是啊 这个人车时机一再地向美国求援 那美国从国会搁置他的这个军援款这么久 让他在哈尔科夫这边的战争连连受挫 那在邓内斯科也是受挫 那换句话说 他对美国的期望那么高 但是所得那么低 还有一个对比关系 你看美国对以色列的那种支援态度 那轮次时机难道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棋子被利用到今天 我被你利用让我去消耗这个俄罗斯 但是你该给我的又不给我 让我的伤亡更严重 这种是对美国的不满抑郁言表 那怎么办呢 还是要美国啊 那开除一个亲美的官员 给点颜色你看看 做给美国看看 做给你们看看 第二个他在香格里拉会议也是蛮失望的 那他最失望的是中国也不来 对不对 美国也不来 俄国也不来 那我这个和平谈判 原来还有点寄望在和平谈判 完全落空 所以在瑞士举行和平峰会对他来讲 对 通通落空 在香格里拉会议他跑去球叠叠杠来来 没什么人回应嘛 那和谈也没有看到着望嘛 那哈尔科夫是乌克兰里面最重要的工业都市 而且这个一旦丢掉了俄国的 对乌克兰的战争可以宣布胜利 因为你从这个基普旁边 对不对 跟莫斯科最近的那一块地区 就是哈尔科夫 他这边一直拉到乌南 那整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嘛 所以那就是代表他失败了 所以这个和谈之前 还没有在哈尔科夫完全沦陷之前 和谈是对乌克兰还有点面子嘛 因为很明显从现在到年底 对 俄罗斯可能就把哈尔科夫拿下来 年底前 年底前 因为他现在 他动员30万人在那里围然不打 围然不打 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很多俄国人嘛 是的 而且他面积很大 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拿下来 但是这个围攻的趋势已经形成了 包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了 而且炮弹数量远超过你 5比1 你乌克兰打一发 俄国人就回你5发 而且乌克兰打这一发 还不知道下面有没有第二发 而且F-16是有人答应给你了 但是F-16是美式的飞机 仪表板啊文字啊图像啊都不一样 训练一个F-16的飞行员 不是说飞机来了就可以啊 所以这个问题 对于伦特斯基感觉很没有希望 对他如何下台 如何停止战争很绝望 所以这个气就容易下在美国人身上 这个很紧张 那拜登说我要选举啊 对不对 你万一打一发到俄国的炼油场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以啊 所以伦特斯基我拿到你们这些武器 束手束脚 是 我拿了这个飞烂 打在战场上 效果很低 我一定要打到俄境上 看我还有点成果 对 那美国也不愿意啊 德国 法国 你用我这个武器要怎么用 要怎么用 什么限制因素 什么限制因素 只能打军事基地 不能打老贝心 哎 战哪有这样打的 束手束脚嘛 所以我要逐人生司机也 晚上睡不着觉嘛 这个战场上我怎么打 是啊 除了填一大堆炮灰上去牺牲 你看这个案子呢 那尤其这个MI6 这个看起来这个后面会不会还有啊 还有 因为像火箭军那个事情 你看牵手多大 对不对 他因为这个夫妇 他太太是在国安机关里面做事嘛 他利用他先生一个一个去弄嘛 对 因为中国大陆很多喜欢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嘛 刚刚给你办居留办身份就是很大一个favor 要花很多钱 第二个美国的学费很贵啊 所以一边是金钱利用 一个是给你绿卡啦或者身份啦 这个就双重的诱因啦 所以这个东西 你无可为言 今天大陆很多是反美的 但也有很多是媒外的 那媒外今天 两岸都是送到美国念书的特别多 这里面他就透过同学老师 你知道美国的教授 有很多教授是有身份的 有拿国防计划做的 有帮到吸收人的 吸收人才的 也可以帮他吸收间谍的 美国的教授不是你想象那么单纯只是教书 有的很有那个东西啦 所以 尝到甜头了嘛 大概几年以前不是 中国大陆人脸技术抓了美国很多情报员嘛 他本身就说我现在回头了 对 那就换句话说他也下了很多很多功夫 是是是 好我想先请教您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后果啊 这个就破坏了原来南北韩 本来有协议而且还有统一的议题 现在统一不要谈了 把这个协议撕毁了呢 大家都在百门店那个禁制区里面搞演习 这就容易插枪灯火了 因为我去看过那个百门店那个停火线很宽啊 很宽里面现在变成野生动物园 因为没人敢下去都是地雷 那这个下面北韩挖过很多地道 我们还去参观那个地道 卡车都可以在里面开的 就是说北韩 因为他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 那而且地道一冲过来就很容易打到青瓦台 就是他的首都总统府离这个百门店都蛮近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火药位置比较重了 以前就还有两韩要谈统一 现在根本不谈 那你民调又这么低 如果你要像用军事演习来引起民间的对你这个哀国热情 刚好现在北韩做的事也蛮那个的 大便就在那个空调气球爆 这个很讨厌的 虽然人家讲的大便吃不死人可是臭难闻 这个东西惹得人家很讨厌 所以但是为这个事情去搞军演不是好事 所以尹锡瑞看他要怎么样 刚刚杨宇明讲得很清楚 这个油田到底有没有钱 有没有晕藏量有没有开采的可能 很多油田是下面一片但是没法采 那开采的技术油的品质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他为了要争取民调支持 这个军事演习是不是也是一个手法 是啊 因为对外只要有危机感的时候 内部就比较团结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变成一个trouble maker 对 要制造一些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了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嗨 第四季 ノ棱 友比较